来到第九场的赛事 有些明星马摆在这里 三班跑千二 首选方面将于优马极速王 近这两场表现他也是稳定的 但输给罪财和福日 都是这三班千二米的过客 比如上周的高耀智星和小太阳 这一早三班千二米的赛事 纵使有些赛事 但是未主超级 所以这个极速王应该有些机会 去争取保重 跑法也是激动 史卓峰都熟悉了这一匹马 上次他再跑回 他相对到下半场的时间 被二战养战和福日走不离的路段 回到来他都抛回二战养战 表现都叫中规中矩 这次对手强手远去 前面有星勒行星木 甚至乎有些霸性 会不会抢前加刑转棋 应该他就是跟着前置马来跑 应该形势不错的 也都要慎防 去到下半场的时间 外面掩抹马很好处 所以都包一只排了十二档 早段可能会比较留得后的 场场精彩 上一次正选 因为阻前堤受伤 退出了 缺了货一轮尼 可能会帮到一只马 体力上 甚至乎 给他多一点时间 适应水土 看最近这一货集 潘伦彤和他试的 时迟精彩一件坐衣 很容易拍 灰尿黑色的衣服 这货集是3月6日1050米杂 沿着中路 可能较有利的场地都没顶着 但是 我就是拼这场马 有些全盛 星勒行星梦 霸性这些都是有些速度的马匹 如果早段拉得快 拼得极超黄后追 这场场精彩 都是有些新鲜感的刺激 可能会帮得到他都没顶着 一定会有些赔率 买型价是不赔 所以我觉得 纵线未十足 可以拼一拼他做懒 另外 九号马星 之前用王浩南 陈嘉熙拼了几场 都遇到比较强的对手 这次用到雷神 我相信都是心急求交代 这次罗库全都放了手马 这一只星勒 前一场371都是强组 放投放得很快 小泰人都招隔不住 当然了 星勒有轻绑 外面极速王 聚财 各取所需 莫浪球 后面那些排队之后 每一只都在索先生 每一只都仍有个表现 我觉得 这一只星勒 当然这次的魄力就罚了尾了 但是 贪他 要交代 那个战意应该会好 另外 两个行星勒 上次上来三班 表现恰如其分 因为他第一次上来三班 预过报处 纵使就不是快了 但是他定后做一格 相对于团结精神 跟里面这一只全胜圆 圆南省的马 他都亏了这些弯位 回来他又追 最后两步 就比一只更大步的一拍即合过了 以初次第一只跑三班赛来算 算是合格 但是如果现在只有49元 我觉得 WIN上 似乎上一组的424那组的错绩 未必说太强 可能 我放回配脚 会比较合适一些 而另外 再选下去的 健康美丽 今次陈佳未必那么容易发挥 如果你说大冷脚的 震山宝 今次跟健康美丽大致上 那个档位差不多 转到叶本辉 第一场就立即有表现 如果这场步速快 这个重口马 可能都会跟得顺 三四重彩 偷这大冷脚 后来震山宝 第九场的时间 多谢介绍一浓极出王业的场合选精彩 9号码星和10号码行星梦